你又放到了Monkey King 哦 全是个西部权 两边是差不多的 水城比较复杂 呃 你才打那么久 在水城楼点的队伍真不是很很少 SMS老水城楼点了 SMS之前打背赛 楼了两个背赛这个地方 是的 是的 呃 原点机缘上来说 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哇 这边烤一颗雷 猴王被炸倒了 哦 那5V要被冲了 凌强这个位置就超级兵啊 凌强 再来一颗雷 枪线也配上雷啊 这边SMS侵略在水城上面经验很独 他们这枪线的配置肯定是有有研究的呀 是的 这主要是考虑上门的一侧的信息 哦 直接顶进来了就 是的 大脚不刚拉过来吗 完全不知道大堂那边有人埋人 所以感觉MPG有点想当然了 确实被 就是他们自己也说过 就是最害怕打的圈 其实就是 逻辑不明显的 但是他们打这种圈形 就这一把 直接强 强撞加油站 其实我是不太能够理解的 诶 原地有人在抽 可把机身边没办法服了 林渡再特意再放到一个 哦 林渡这个走钢丝 玩的还可以 是的 飞烟走壁 蜘蛛侠 现在他们能判断出来 这个小的房子里面 小仓里面只有李露一个人 只有露露一个人 而且牙匹房 打的主动 打在外面啊 王冬这个主动 看看预秒点 没有问题 哦 飘下头 是的 打头 强行攻下来 这个工具房 而且露露救不了 现在TMA 然后还是TMA和MCG的位置 释放出来了 银居上的数量上 来要要来小一点 这边也是直接要抓悟空的黄缺 对面皮克南放到了马云龙 于一 这个正面的一八九七 直接喷在平衡头上 他只要是一滴血 一关是一滴血锁住的 我瞬间没了 一瞬间 转瞬即逝 还有 其实悟空的防守战 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其实悟空的防守战 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New Happy的车 另一边 许生把 把MCG穿完了 嗯 是的 而且也没有对我跟塔 这个是感觉比较伤的 感觉是白送许生一个人头 嗯 一点这个点 小鹿能被刷出去多少 他能 在圈子的面积能占多少 另一边小T是把小鹿给打倒了 找角度 说他的顺位绕西边是 算是末之位的 不太好绕的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 你没办法抬头 对面山上这么一片跑位 这么大一片的这个跑位空间 我随时都可以拉扯你 嗯 一踢这边就是角度很有机会 但是对方一旦是给你打拉扯 你就很难受 而另一边好像北边 牛海比跟十七打起来了 这边应该是十七 而且这个平地之前悟空从炮楼出来的时候 炮楼那个位置是不在圈 他悟空无意能忙扎到点 只有这个土路这个板鞋这个位置驾车正 很多硬接嘛 我觉得硬接就有点没有必要 破点烂楼这个远太远了 他只能提供信息给不了十字性的 远点的伤害帮助 MPUI这波能不能成功 还是要看他脱渡的配合 要攻这个地方主要还是要从 大厂里面入力 所以架点 特别打掉一个大厂 没能及到 里面大金手雷是 这个帅先将龙四哥给放倒了 哎 赖人看这个信息之后直接拉了过来 赖人会选择拉一个角度 还是直接顶正面呢 这一波降路要是能打赢 雪赚 整体右下角没人 而且可以踩 可以去抽把 正面小球放到特别 风风把博量给直接补掉了 风风一滴血手术 昨天独狼吃鸡的风风选手 今天手感依旧火热 这波是全部淘汰了 PY特别还可以救 风风这一波正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 还奖励了一个空头 是的 但 与此同时 我看到地图当中 17已经是 剩下两名选手已经是进入到了 矿山的大方当务 行吧也是在抓台名 也是在抓台名 吹气哇 这个大跳过来 这张角刷屏 将整体左下角的队伍先清空出来 但是蓝圈女孩 炮什么小路啊 北边RBS跟牛海比 瞬间接壤 三队实在混战 悟空给牛海比 压力其实有点大的 不只是悟空 鱼人这个演技 可以掩护队友 是的 他在拉扯 鱼人这边背身 没能击倒 与一颗手雷将周平原给放倒 嗯 两边在同时拉扯牛海比 现在牛海比 其实有点重难 但是正面难道一颗手雷 皮克男应声倒地 直接补了 南南这两个人是前后脚扔的 没有时间就 也没有时间扛 而且小虎跟牛海比 正面两个人 就是脸贴脸 南南这个时候帮队友看一下 另外天霸那边也是打赢了 是的 但是七七是好像没了 还能救还能救两个兄弟 问题也不是很大 其实这把最舒服的是天露真的 天露他目前打了五圈 依旧是分散 原于是因为炮山河周围附近的山头 这个圈刷出来之后 之后知道牛海比这个位置是不在的圈 需要牛海比可能要去吐路 就是天露正对面的那片反坡 反斜 呃 降路是可以驾车阵的 但是 已经有交火了 牛海比的手雷开始破点 悟空被炸了只剩两个人 实际要动手了 实际开始要被刺 你就 因为你不管选择打谁 都要被测身 激活一波 这个太难受了 他们主要是上一波 在扛悟空RBS那一波的时候 烟全部用完了 嗯是 没有什么测身烟 有测身烟的话 其实还能操作 他们之前在那趴的 就是为了扛磁吸那边 已经很小心了 但没办法 RBS也要动手了 RBS知道悟空前面倒了两个人 没有时间去全部浮起来 直接利用手雷和燃烧瓶 MASTER是把这两分给收下 而且十七那边之前 调过人的信息也是知道的 是的 南边就是降落跟天霸 两边正面还在街上 烟雾当中 卡了个烟鞭小唐 这么快吗 小唐这一波是打了三个好像 基本上就是崔七和小唐 两个人官场 是的 天霸在退卧去的过程中 林树是被放倒了 别拿分 崔崔三个背景的大炮 要拉出来强势补分 第二个人 盲审是位置也被确认 我确认也该是天霸出来收分的时间了 忍了那么久 打了那么多 天霸一直没有拉出来去 这个摊人头 宇人这手帮了一下队友 崔崔被 北边阿边的队 还没有完全打完啊 可以让鱼人帮天霸去卡一手 利用鱼人去做事 左边再猜 哇小鬼好难受啊 宇人这个身为完美匹克 就是每一波都错过了 每一波都被宇人找到了台名 就是节奏点就是在宇人对策的 但是一颗手雷不给机会啊 清理完北边残边之后剩下四打 天霸要进圈啊 而且现在从正面手感上来说的话 天霸的正面手感是要比天霸要好很多的 嗯 打了那么多船战 他一路是从西部推进了 崔奇过来单打 来了就是这个时间节点 小童把小童偷掉之后 架童这边支点掉了 匆匆就可以移动 那这样的话 呃只要匆匆竞选 就是一个二打一 防区是一个一对一的battle的一个局面 但是崔奇在一楼是有收获的 这波能不能打下来 天霸能不能打下来 叫看崔奇这波操作 天霸这波想赢 就是呃 崔奇那边一定要取胜 而且林书这边要顶住 不能吊人 对 崔奇那边要反客为主 知道 直接跟他拖死 对跟他拖死 对跟他拖死 哦 一八九七 喷子面前人 两边都是喷子啊 这边 呃这样的喷子可能更快一点 这样的话 二了 就提前恭喜天霸 好 恭喜天霸 这场是七个淘汰成功拿下 这把天霸的圈运确实很好 因为我看他一共吃了六个圈 基本上都是在圈内没走